中央建策总部 在投资估算 可经调查报告阶段时 他们提出价格多少钱 25亿人民币 够多了 这个价格 投资国家报给纪委和财政部 纪委审查认为太贵了 不批 而且在这样一个交通繁忙地方 建设央视总部 对将来交通影响很大 不批 要求另外选址 经过层层努力 最后还是批了 当然这个层层努力批 最后那时候我就不多讲 批准 批准之后呢 开始干嘛呢 公开的向世界 范围内招标 设计标 通过竞标之后呢 一个著名的建筑师 叫库哈斯的 他是荷兰建筑师 他中标了 库哈斯这个人有什么特点呢 他所做的建筑 现代 标新第一 但是呢 造价高 他投央视标之前 在世界各国投了好几次标 几年了都没中过标 好这次央视 他的造型 就是我们北京人经常说的 大户茬子 中标 被央视的招标操毒 选中了 所以咱看的新总部 中标之后 做方案设计 签订合同了 这方案已经有了 然后呢 做什么 做视工图设计 现在我们的招标工程啊 现在我们国家都非常精明了 干嘛呢 当确定了投资规模 25亿 讲我说一数 你设计方 如果方案中标了 合同有一个什么一条 按照你这个施工图 做出的预算 如果超出了 我们定好的25亿 超多少 你设计院 赔我多少 不能超 现在就有这一条 你看后来我做的那个 埃子俄伯亚的范菲大学 还有黎巴嫩的音乐学院 还有音乐厅 都是这一条 先控制了造价规模 然后设计 你在图纸完成之后呢 预算不能超过这个值 超过了 你超过多少 赔过多少 当时没有这个规定 结果呢 库阿斯这个施工图 全部完成之后 大家知道多少钱了吗 多少钱了 50亿 我知道中标这个 中标价格大概49亿多 50亿 你看看 已经超出了 投资孤三价的一倍 原来是25亿 现在变成50亿了 还没完 由于工程规模大复杂 图纸不完善 不断在修改 变更增加 到结构风景是多少 150亿 各种设备安装非常复杂 安装完毕 调试工程中处 已经突破多少 200亿 最后的总结算还没出来 已经200亿了 记住200亿还没有 包括着火那个损失 那个配楼着火的损失 我当时审查过那个配楼 我没有审查央视总部 央视总部因为比较严格 我审查配楼 我就发现一个大问题 他的配楼是找他的副手 叫奥雷舍人做的设计 他设计的楼 大家看见造型 奇特怪账 多边形 结果发现 他房间里的 那个大配楼主要是客房 还有一些路波石 结果几百套客房 全是几何多变体 没有一个规规矩的正方形 长方形 没有 我当时在审查中 我提出一个意见 我说这种 没有一个规格一样的房间 将来在施工管理中难度太大 你的每一个下料 每个房间下料 都要一个房间 一个房间标出来 不能出错 特别是钢筋 模板下料 不能出错 因为没有一个一样 没有共用性 我说这给管理费增加多少钱 给措置费增加多少钱 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 将来你配家具怎么配 一个房间 一个房间凉 家具还不能互换 问题在这 他说无形造成了 一个是施工管理费的增加 再一个就是将来交互使用 经营的费用增加 你说人们住在这个房间里 这房间的多边形 对你有什么影响 你能看出这个房间 跟别的房间有什么不同吗 你把三百多块钱住一遍 这房间是多边形什么样的 这房间是多边形什么样的 它不可能的 所以社区追求这个个性 完全没有任何道理 我就把这一件钱写出来 我有书面写出来 但是央视人家有钱 有钱就任性 照此办理 结果实施证明了 就是问题 做施工的又提出来 这块真是下料 一个房间 一个房间的凉 做家具的现场 一个房间 一个房间凉 这是问题 你看 老天爷都看不顺眼 一把话给烧 这题外话 所以你们看到了吧 200亿 问题就在这 在座的各位 如果你想你要定一个 固定总项合同 承担这样类似的项目 你说你不是陪到家 幸好它是可调的总项合同 那么在人大代表和政协代表的 强烈质疑下 你最初做的投资互产家 25亿是怎么得出来的 实际已经拖200亿了 这个价值差的太多 将近10倍 你怎么算出来的 这不明显的钓鱼工程 一步一步的走 先25亿获得通过了 然后以后不断追降 所以这种情况 现在一定要杜绝 央视就有钱 所以在人大代表的 强烈质疑下 最后给央视的处分是什么 就把那台长按 原来按部级退休 现在按到局级退休 就给这么一个处分 就完了